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村种的防虫,防动物搞破坏 刚刚种了很多的村下作物 它们都开始发芽,长得非常的旺 这个时候往往就有一些大的动物 或者是一些害虫,它们就过来搞破坏 那么大的动物呢,一般我们是讲 什么荒啊,松鼠啊,或者是地鼠,或者是老鼠 这些大的动物呢,它们一般是过来呢 主要是因为你地里浇水,然后施肥和冬季 这地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里边的有一些蚯蚓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这个荒呢,和一大的动物 它们就过来来抓你的,来拔土,抓蚯蚓 那么抓蚯蚓的过程当中呢,这样的话 就让你的植物,就是说 因为你种的东西,那个旁边比较湿 湿润,那么湿润呢 它就吸引了一些这个,一些蚯蚓去过去 然后那个荒呢,就过去抓蚯蚓 然后它就把你的东西拔出来了 拔出来以后就去抓蚯蚓 那么松鼠也是,松鼠也是过来 它不是吃蚯蚓了,它是过来来就是 就是要找一些editable的东西 就可以吃的东西,它来找 那么还有呢,就是地鼠老鼠 当然是它来吃菜,偷吃你的东西 那么这些大动物呢,我们怎么把它驱赶走 那么第一个驱赶的办法 就是说我们利用一些这个灯光 比如说你看这些灯 我们这个后院里边 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灯 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灯 然后这些灯呢,它到夜里呢 就会亮,亮了以后呢 就让这个后院的这些东西呢 就很亮,凡是偷东西的人呢 偷东西的动物或者是人 他们都不希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呢,这个大动物 这个他们就害怕 就是讨厌你有太多的这个亮光 那么太亮了以后 他们不喜欢来 所以说自从我们家按了这些 太阳能的这些灯以后呢 那么晚上,特别是这个 就是上半夜的时候 它就很亮 很亮了以后 这样的话,这些大动物 它就不来了 因为大动物它是这样 它饿了一天以后 往往就是上半夜的时候 来偷东西 来给你搞破坏 那么这时候呢 很亮,它就不喜欢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 我们家里有欢 有这个欢,附近有欢 然后他们就过来来捣乱 那么我们后来就想吃这种办法 那么太亮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那个欢就不来了 所以我们家的这个蔬菜呢 现在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松鼠呢 它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搞破坏 就是说有些松鼠 它是就是偷一点水果就完了 那么有的松鼠 它是搞破坏的 挖地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松鼠 那么对于这个搞破坏的松鼠 一定要毫不留情 怎么办 打死它 不要打死 千万不要打死 因为这个 在美国这个 是动物保护的 不要动枪 或者是动火 火弓啊 或者是枪啊 什么东西打死它 这都在有些地方 都属于违法行为 其实这些小动物 都是一些生命 都是小精灵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它抓起来 就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抓起来流放 以前 有一个松鼠呢 就是这个样 它到处就扒 来就扒 扒到处扒 后来我就把它抓住了 后来我就用 起司和花生 我就放在一个大盆子底下 然后这个大盆子呢 用个棍儿 然后撑着 然后这个绳拉的地方去 因为这个松鼠 这个搞破坏的松鼠啊 它发现它来搞破坏 你也抓不着它 它就胆子越来越大 所以它就过来来搞破坏 所以您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抓到它 然后呢 你就用个盆 然后上面弄个大的石头 压住这个盆 我是用个大木头 压了个盆 然后底下呢 用个棍儿撑着 然后中间放了一个食物 你放上了以后 还一会儿它就过来 过来了以后 然后它就去吃 然后你一下子 一拉这个绳 然后那个大盆子 就把它扣到里边了 我就逮过 逮过好几个 然后呢 逮了以后呢 我就用个塑料 用一个大袋子 就是成米的 或者什么呢 一个大袋子 然后把它 就是从地 沿着地表 然后把这个整个大盆 这样套进去 套好以后 然后松鼠就装了 那个大袋子里 然后我就抓住它以后 然后放车里边 我就开了十个迈 有圆以外 然后我就打开 然后放它走了 我不想杀掉它 其实都是些小精灵 非常聪明的小精灵 那么我就 就是这样的话 就放到十个英里的 以外的地方 就是 然后我打开后备箱 然后把那个袋子一松 然后这个松鼠从里边 轰穿出来了 穿着一下子跳到树上了 跳到树上还在看我 我给他说拜拜 祝你好运 然后这个松鼠 看着我 好像还有点 依依不舍的样子 就是说 这是搞破坏的 大部分松鼠呢 它是不搞破坏的 所以说你不用管它 它就是偷点什么水果呀 你只要种了很多的水果 它偷两个无所谓了 你就让它偷吧 和它分享一下 也没有什么 都是些小精灵 但是要把你的东西全偷走 那你就不舒服了 就要和它斗智斗勇 然后赢得这场和松鼠的战争 它偷我的核桃 我已经两年都让它全偷走了 那么第三年呢 所以是没办法了 第三年我还要再和它 再斗争一下子 希望第三年我能赢 现在是零比二 我输两局 希望第三局的时候 我搬回来 把他抓住 抓住以后呢 我就把它送到远远的地方去 这样的话就是 它就 就是说这个松鼠呢 它有记忆 知道吧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哪个地方 有什么东西以后 然后它吃到了好处 然后它就 什么时候 它都 这个时候它就过来 过来就去偷你的这个植物 就去吃 所以说你最好把它移走 逮住以后移走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 我们把它 用和它斗志 就是说这个松鼠呢 或者是欢乐 它们来吃蚯蚓 吃蚯蚓呢 因为它们最大的 就是它们怎么知道 在哪个地方有蚯蚓呢 就是因为它们有 非常灵敏的嗅觉 嗅觉 那么这个嗅觉呢 就是它可以闻到地底下 有这个 有这个腥的 有这种 这个 有这 它可以闻到这个底下 有蚯蚓之类的东西 那么有一种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说 你看草木灰 你看我们有这个草木灰 那么这个草木灰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这块 它是被扒掉了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你在你的这个 种的这个旁边 给它这样 撒一些 撒一些 草木灰 就是说 在你种植的这个旁边 这样一圈 撒上草木灰 这样的话 它一闻 糊不能坑里 然后这个 好像 它因为这个 它这个草木灰呢 它可以就是 有一种糊的感觉 那么 那么糊的感觉以后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 底下的这些蚯蚓呢 它就闻不到 那种味道了 就是把它的嗅觉呢 就给这个 错觉了 这样的话 就保护了这个蚯蚓 那么也把他们 给 就是它就不来了 就闻不到你的这个 蚯蚓的味道 所以它也就不来了 那么它一旦 觉得你这样 没有什么 就是 没有什么好吃的 它就有这个记忆 然后它就不再 过来了 但是如果说是 它吃到了 这个地方有 蚯蚓了以后 然后它会再来 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赶走 再一种办法 就是说 我们一些大的动物 它主要是靠嗅觉 来 来闻一些东西 那么你在这个 在地里 然后你主要 种一些 有味道的东西 比如说 什么蒜苗啊 擦着 种一些蒜苗啊 洋葱啊 或者是葱啊 你像我们这种一些葱啊 韭菜啊 都是这些 比较有味道 比较大的东西 这样来以后呢 也让这个大动物呢 就是闻得 好像味道不好 然后他们就不愿意来 你也可以 在你的这个地里 这些空隙的地方 种一些什么 Basal啊 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Basal就是 摆成塔 或者摆设 就是西方的 他的这个做菜 或是什么 都用的一种 一种 一种草药 Basal呢 也是一种味道 比较大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你种 灵散 种一些这些 或者周围 种一些 这些东西呢 这样的话 这些动物呢 他就闻得不好 然后闻 闻的味道 好像是很不好 然后他不喜欢来 比如说 你也可以 撒一些这些 什么这个 薄荷之类的东西 然后撒在这个 撒在你院子里 这样的话 这个院子里撒一些 这些薄荷之类的东西呢 撒一些薄荷之类的东西呢 味道就比较强 然后这样的话 也让动物感觉到 这个味道不好 或者是感觉到 闻不到有一些 可吃的东西 这样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过我还想提醒大家 这个薄荷 最好不要种在 你主要的菜地里边 因为它的这个 长得太疯 这样的话 它会侵蚀你的 这个土壤 那么像我们就种在 一个角落的 你看这都是薄荷 这是这个角落的 然后这些角落的呢 这样的话 就会受到它的局限 它的扩张 就受到了局限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要 及时地收获 我们一些果实 比如说我们一些水果 不要放在树上 就是很甜的 很甜的时候 很熟很熟的时候 再摘 这样的话 往往就是这个动物 就是最喜欢吃甜 这个时候 甜的太多了以后 这时候 它也是吸引 它们过来的一个原因 所以有些水果 比如说你 把它摘起来以后 放起来 放起来以后 这样的话 就是太酸的 或者没有太熟的话 在树上 这些水果 感觉到这个口味不好 然后它们也就不来了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对你的这个 对防止这些大动物 来和你分享食物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村众如何防止大动物 那么还有害虫 我在下一集 专门谈 怎样防害虫 我们已经有几个 有关防害虫的视频 欢迎大家去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 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